好,各位外门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财务基础课的学习课堂 今天的这节课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投资项目评价方法当中的其中一种 叫内含报酬率法,也叫IRR法 那我们在讲这堂课之前呢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内含报酬率 内含报酬率呢,说到内含报酬率呢 其实呢,咱们如果是这个同学们当中呢 有一些这个财务的实务工作经验的时候呢 会发现在投资项目评价的时候呢 经常会使用到这个指标 包括我在第一次面试我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的这个财务总监当时就问我 对这个内含报酬率是怎么理解的 怎么理解的 这从侧面里说明呢,我们内含报酬率呢 非常重要,而且在实务当中呢 运用非常频繁 我们在这里看内含报酬率 内含报酬率的英文缩写呢 叫IRR 大家以后在这个实务当中呢 一提到IRR,大家就知道 你在提的是内含报酬率 那么它是指投资方案未来的每一年限制流量进行贴限 使所得的限值恰好等于原始投资额的限值 那么这个贴限率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内含报酬率 那么也就是说当禁限值NPV 我们前面也介绍了 因为这个在10.2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 禁限值法啊 那么禁限值等于0的时候 它的贴限率是多少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内含报酬率 那么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什么 投资项目的真实报酬 真实报酬率 也就是说你这个项目投资去之后 你以后每年的这个禁限级流量进行 按照某一个比例进行折现 最后折到这个项目投资初期的时候 正好等于你初期投资的这个金额 那么这可不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 真实的这个投资汇报率 最低的这个要求的最低的投资汇报率吗 那么那目前呢 也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这项指标 投资项目进行这个 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价 那么这是一个IR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R的计算公式 在这里计算公式呢 其实就体现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概念 内含报酬率概念 那么它是等于什么NCFT NCFT指的是第T年的禁限级流量 项目第T年的禁限级流量 去除以1加IR的T字方 那么这里是T字方式是什么 进行一个折线的一个概念 就是往前折线多少年 T呢就是你的这个项目所处的 所处的年限是第几年 那么前面加从呢 T等于1到N 就是从第一年到最后项目结束的第N年 这前面这一部分呢 等式前面这部分呢就强调是什么 我们项目这个发展的期间 所有的每年的每个阶段的 现金流量进行折线之后的汇总 去减去NCF0 NCF0就是我们项目初期的投资金额 最后等于0 那么利用这个这个公式呢 我们去推得出推算出来的IR呢 就是我们的计算公式啊 这里我们也把这个市中的各个项目 代表什么意思呢也给大家列举了 那么我们在运用内涵报酬率时候的投资决策 应该把握这么两个这个要点 这个和我们前面讲的 进线执法和这个投资回收期法呢 也是一样的 都有一个自己的原则 那么同样也是 有面对单项投资和多个这个投资的区别 那么单项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运用内涵报酬率法 应该是内涵报酬率要大于必要报酬率的时候呢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比如说你在做项目的时候 计算出某一个项目 它的IR是12% 然后我们企业自身的资本成本 或者我们企业自身的最低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是10%的话 那么在这里我们讲我们这个项目呢 它的真实回报率是大于我们最低要求的这个底线的话 那么这个方案是应该是非常好的方案是可以通过的 那么当如果面临多个互次决策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选择IR最大的 IR最大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决策的一个原则 接下来我们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内涵报酬率的计算步骤 计算步骤同样分分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当每年的NCF 也就每年的现金进流量相等的时候 和当每年的NCF 每年进现金流量不相等的时候 两种情形 其实道理是一样 在这里只是给大家区分一下 计算方法的可能存在一些小小的差异 那么当每年NCF相同的时候呢 大家又想了 就可能就是跟我们计算年金的这个思维是一样的 第一个首先计算什么 年金的限制系数 首先计算年金的限制系数 那么这里的年金限制系数呢 应该等于初始投资额去除以每年的NCF 这里每年的NCF呢 就是什么 每年的现金进流量 然后第二个就是查一下年金限制系数表 查一下年金限制系数表 就是为了比较什么 我们这个计算出来的附近的 两个这个年金系数 我们的这个利率应该是多少 年化率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计算出来年金限制系数 对应的查表之后呢 这个是应该是处于10%和9%之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把这个10%和9%对应的这个年数的它的年金限制系数来提出来 第三个就是采用差值法去计算 你一头一尾的这个年限和系数金额都知道了 然后你去查一下中间的这个 用我们的差值法计算呢 就能得出了当年的内含报酬率数的了 这个差值法呢 我们在下一页PPT呢 会具体给大家介绍如何去应用 那么第二个呢 如果是每一年的NCF都不相等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要第一步呢 就是先要预估一下贴线率 找到净现值由正到负 并且比较接近零的两个贴线率 那找到之后呢 这个过程呢 我们在这里看起来是一句话 但是实际在这个计算过程当中呢 是比较复杂的 比这个前面讲的每年的NCF相等的时候 它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你要通过不断地比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年金 我们比对这个负利限制的系数表去查看 然后第二个呢 在查看之后呢 查到两个我们目标的贴线率之后呢 就用叉值法 这跟上一个情形是一样 用叉值法去计算IRR 那么讲了这么久叉值法 我们接下来就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 叉值法到底是什么样使用的 其实也就是我们数学里面的一个 以前相对于数学的一个易用题呢 比如说我们5%的利率对应的限值是A 然后10%的利率对应的限值是C 那么设X是我们需要要求的折线率 那么B呢就是我们题目中给予或者已经这个计算出来的折线值 也就是说A已知B已知C已知 然后5%和10%已知 要我们计算这个我们讲的X也就是内含报酬率 那我们应该是通过这样下面的一个公式 B减A比上C减A会等于X减5% 比上10%减5% 这样一计算呢 我们就能得到X 一元一字方程嘛 得到X是等于多少 那么X呢就是我们要求得到的这个内含报酬率 这是我们差值法的计算过程以及原理 大家在以后 比如说你在面临运用内含报酬率法去进行投资评价的时候呢 碰到差值法你还可以翻到我老师给大家介绍这一PPT 一比对你就很容易去解除你要想计算的内含报酬率是多少 因为计算前期的时候呢 大家非常容易搞混 差值法怎么运用 大家到时候就可以直接翻到我这一PPT来进行比对 那么接下来了 我们就给大家通过这个实例 去给大家介绍内含报酬率的计算 首先我们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按照我们第一种情形 就是每年的NCF都相等的时候 如何去计算内含报酬率 我们讲某企业购入价值是24000元的机器设备以台 可使用的年限是5年 每年的销售收入是48000 总成本呢是42800 要求我们计算它的内含报酬率 那么首先呢第一步 对于每年的NCF都相等的时候呢 我们讲第一步应该计算什么 NC要计算它的 这个年金限制系数 也就是这里部分 PAIR5 那么我们首先计算一下NCF 因为每年都相等嘛 那么每年相等它的金额到底多少呢 是每年销售收入48000 减去这个总成本42800 再加上2400除以5 这么加上这部分的2400除以5呢 是考虑到这个机器的折旧 我们在会计里面也讲过 折旧和这个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呢 都是属于我们企业里面的非负现成本 所以我们在计算它并不影响 它会影响我们的利润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每年的现金流 所以我们在计算这个每年的现金净流量的时候呢 应该要把它加回来 把这个折旧部分加回来 最后呢就是NC 每年的NCF呢就是等于1万元 那得到这1万元之后呢 我们就很快就能计算出什么 这个IRR的年金限制系数 应该是等于24000元初期的投资 去比上NCF1万元 只有得到2.4 好 得到2.4之后呢 我们第二步就应该是什么 去查表 去看2.4到底是在哪两个 这个叫这个折线率中间 哪两个折线率中间 那我们通过查对这个年金限制系数表 我们发现5年期的28% 这个系数是2.532 然后5年期的32%呢 它的年金限制系数呢 是2.345 那么正好我们2.4呢 就落在2.532和2.345之间 好 那就相当于 得到什么呢 得到ABC 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28%和32% 最后你要求中间的一个XIRR 我们通过内差法计算呢 就会得到30.83% 这样一个结果 这是我们考虑到每年的 这个现金进流量都相同的情况下 那么第二种情形呢 就是考虑到每一年的NCF现金 我们讲进现金流量呢 都不相等 每年的进现金流量都不相等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 我们以方案的每年进现金流量都不相等 因而必须逐次的进行测算 我们前面也讲这个测算 逐次测算的过程呢 非常痛苦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直接把这个过程省略了啊 主要是介绍 主要是教给大家如何去计算 这个每年NCF不相等的时候 内涵报酬率如何计算 这个推算的过程因为比较费时啊 就是一个费时的火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难度不大费时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耽误大家时间 直接把这个测算过程呢 告诉大家 让大家来分析 我们会发现这个项目呢 以项目是初期投资 一万五千元 然后第一年回四千二百五 第二年三九五零 最后呢 是八零五零 我们按照这个测算 每年测算这个限制 先试的是百分之十一 我们发现 这个通过百分之十一进行 每一年的进现金流量折现之后呢 我们发现它的进现值是 总额是1686 那么百分之十六 我们再往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三 百分之十四 逐一只去试 最后试出来这个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十六 它的这个折现呢 就是通过每一年的这个 进现金流量折现的总值呢 是负的三百八 也就是说 百分之十一和百分之十六呢 使得我们的NPV 叫进现值 进现值从正到负 这是一个标志 标志性的这个迹象啊 所以我们这个确定的 就基本上通过这个摸索的过程 逐次测试的过程 基本上确定是什么 一个是 ABC 就是百分之十一百分之十六 X 然后进现值呢 1686和-380 都已经基本确定了 然后我们下一步呢 就可以用这个插字法来进行计算 我们看一下插字法计算呢 就是X比上 百分之十六 减去百分之十一 等于1686 这里的1686 去除以1686 减去负的三百八 也就是加上三百八 最后得出来的X呢 是四点零八 那么 因此呢 这个 乙方案的IR呢 就应该是等于百分之十一 加上百分之四点零八 等于十五点零八 这里的插字法的计算过程呢 可能跟我们前面的这个 内液PPT介绍的过程呢 有所差异 但是呢 基本的逻辑 基本的方法还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比较是什么 B减去A比上 C减去黑 然后等于什么什么 然后这里呢 可能是 我们计算的呢 只是 考虑了一个 基数百分之十一 然后计算出来的差额 这是我们 内涵报酬率的 每一年的NCF不相同的时候 的一个计算方法 那么 通过刚刚讲的这两个方法呢 我们就已经 很好 相信大家也给大家说清楚了 如何去计算 内涵报酬率 那么 内涵报酬率法 在投资评价 方法当中呢 它有哪一些优缺点呢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 进行了一个列述 第一个优点 就是IR考虑的 货币时间价值 反映了 投资项目的真实报酬率 并且 易于理解 因为这个真实报酬率 非常重要啊 它得到体现 我们讲投资回报 投资回收期和进线值 这一点是没有做好的 然后呢 因为我们业内呢 对IR都比较熟悉 所以呢 它也非常容易理解 容易达到共识 缺点呢 就是计算的过程 非常复杂 特别是对于 每一年的NCF 每一年的 进线金流 不相等的 收货投资项目 一般要经过多次测算 才能够算出来 这也是我们刚刚 在这个举例当中 已经给大家说过的 这个优缺点 好 今天呢 这节课呢 就主要给大家重点 介绍了 我们投资评价方法里面的 内涵报酬率法 内涵报酬率法 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通过 什么 介绍了它的概念 介绍了内涵报酬率的 这个 决策条件 决策原则 还有内涵报酬率的 计算方法 以及 最后的约缺点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介绍呢 相信呢 也给 也让大家 非常容易去掌握 我们内涵报酬率方法 如何在 投资评价当中使用 今天的课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非常感谢 大家的倾听 谢谢大家